台中市長盧秀燕22號從台灣出發 預計展開10天訪美行程 不過他23號降落西雅圖之後 隨其因為凱米颱風逼近台灣 決定返台作證訪台 盧秀燕26號再度搭機飛往美國 繼續訪美行程 在洛杉磯與500多名僑胞共進補餐 身為一個城市的領導人 那我們希望訪台工作做得好 能夠在災害來的時候跟市民同在 另外一方面我們又希望能夠招商隱私 加持台中 所以我盡我的最大的可能性 希望每一樣工作都能夠全力以赴 盧秀燕強調招商隱私 是這次訪美主要目標 他表示台中市有蓬勃的商業活動 教育服務 環保及能源產業 更擁有強大的人地資源優勢 希望吸引更多投資進來台中 裝飾記者林洪漢 洛杉磯報導